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财科按站 我是小V 今天是6月28号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币券的新消息 美元的稳定币USDT 在5月份的时候 市值是砸到最高831.7亿美元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却蒸发掉了160亿美元 现在的市值剩下668亿美元 是创下了2021年9月以来最低的水平 根据华尔街日报在27日的报道 随着之前算法稳定币USDT在5月份的崩盘 再加上现在许多加密货币机构的财务状况 是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现在就出现了更多的传统对冲基金 是加入到了做空USDT的队伍当中 记得在之前的新闻当中 大概是一个多月前的新闻当中 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当时就已经有12家对冲基金 是在做空USDT 现在是有更多的对冲基金公司 是在通过加密货币经纪公司 Genesis Global Trading 在执行做空USDT的交易 Genesis公司的主管 Leon Marshall就表示 这些做空的交易几乎完全是由美国和欧洲的传统对冲基金进行 而另一边USDT的发行商Tether的CEO Paolo Arduino 对这些做空的行动在Twitter上也是做出了回应 他认为这些做空的对冲基金是在试图进一步的引发市场的恐慌 似乎是一场协同的攻击 他们在试图让大量的资金流出USDT 损坏USDT的流动性 然后最终又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去回购这些代币 CEO Paolo还进一步的强调 Tether是拥有100%的储备支持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将很多人都怀疑的商业票据的风险 已经从450亿美元减低到了84亿美元 而且会在未来几个月将会全面淘汰掉这些商业票据 所以他认为Tether是已经经历了实战考验的 总之现在就是有做空方和Tether方是各持己见 难不免就肯定会有博弈会发生 作为普通的投资者来说 当然现在还是避开这些斗争为好 还是持有USDC相对来说较为更安全 所以我们也是看到了USDC的市值是在上升 并且创下了近期的新高 现在的市值是达到了558亿美元的新市值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市场当中 大家普遍还是认为 持有USDC是最为安全的 我们再来看今天第二则消息 全球都非常出名的一个鸭客组织 叫做Anonymous匿名者 近期在网上是发出了一个影片 而这条影片是专门留给LUNA的创始人 Dulquan的一个信息 影片当中就提到了近期加密货币的熊市 是给许多人都带来了许多的痛苦 除了这个总体的大经济环境的一个变化之外 还特别指明了Dulquan 也是给大家带来苦难的一个罪人 匿名者说他们现在是掌握了充足的证据 证明了这个Dulquan涉嫌诈骗 而且还暗示这个LUNA的崩盘呢 并不是像Dulquan所说的只是一场单纯的商业失败 那下面呢我就为大家播放一小段这一个影片 让大家了解一下 OK那这个影片的全长呢大约是三分多钟 我就不在这里呢全部给大家播放了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Description当中的这个新闻链接呢 去点击呢观看全部的影片 那这个匿名者呢在影片当中啊 就指责这个Dulquan呢 是用他的傲慢去建立他的名声 并且呢是批评他们的竞争者 而且还曾经表示呢 看到其他项目的失败呢是一种娱乐 那匿名者表示呢 他们有充足的证据 能够证明这个Dulquan呢 从一开始建立Terra的时候呢 就已经带有不好的意图 匿名者呢还进一步的表示啊 现在许多国家呢 都已经将这个Dulquan定义为犯罪者 并且呢展开调查 那匿名者的立场呢 也是一样如此 那这条影片一出之后呢 有很多旧的LUNA的支持者呢 都纷纷的留言啊 称这个匿名者呢 是现代罗宾汉 更加有人呢 是发起了这个复兴LUNA Classic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LUNC的这样的活动 所以这两天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LUNC USTC 还有新的这个LUNA的这个币价呢 都是出现了非常大幅的上升 那也许呢 就是跟这一则新闻相关 好 今天新闻的部分呢 就分享到这里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24小时之内呢 这个币价的发展 BTC在24小时之内是下跌了2.1% 现价报20778.71美元 ETH下跌了2.8% 现价报1187.61美元 前二十大加密货币呢 今天基本没有上升 而下跌最多的是MATIC 下跌了8.7% 现价报0.522460美元 好了 今天这期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 或者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